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来画三角龙的尾巴 三角龙这一类角龙类恐龙的尾巴 虽然也是像很多恐龙一样是非常粗壮的这个样子 但是它的一个特征就是非常的短 因为三角龙的身体很粗壮 所以它并不太需要这个尾巴来保持身体平衡 它有这个非常粗壮的这个四肢就已经足够用了 但是这个尾巴还是肌肉发达的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三角龙的尾巴被尾巴里边的横秃 就是这个骨头的横秃结构 还是分成了两种肌肉 一个是上侧的 一个是下侧的 然后它的尾巴上的鳞片 由于它尾巴是比较短的 它尾巴上的鳞片可能要比身体上的鳞片要小一些 尾巴下侧的这个鳞片可能也是这种带状的方形 这个参考至三角龙的喉咙的部分 这两侧的结构比较类似 然后尾巴上的肌肉 下侧的肌肉是连到腿上的 这个跟多数恐龙是一样的 在摆动的尾巴的同时 就可以带动这个后肢去运动 然后此外还有一个特征 是我们通过对三角龙的一个远亲 叫英雇嘴龙 它的身上推测出来的 在英雇嘴龙的大腿后方 有一块像皮膜一样的皮肤连接到这个尾巴上 三角龙作为它的远亲 虽然可能不像英雇嘴龙皮肤表现的那样极端 但是很有可能也拥有同样的类似的结构 因此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可以带上一部分腿 然后表现腿部后方的这个皮肤 是如何连到尾巴上的 就像这里展示的这个样子 知道这些特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动笔来画三角龙的尾巴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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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